有人說年輕人是未來的希望 而未來都是屬於年輕人 香港的未來掌握在年輕一代的手中 他們又會怎樣在香港自處 又會不會繼續留在香港 去追尋自己的理想呢 我最初開啟營 其實都沒有想過成功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不要害怕 還有想做就要去試 20歲讀大學的Hoe 今年初在Instagram都創業 初常做老闆的滋味 售賣外客人要求定做的精品禮物 因為我喜歡製造小禮物給我男朋友 越製越製造的時候 就發現其實有很多這一類型 而且我也覺得很有趣 就變成想開一間shop 不如試試分享給別人 讓別人都可以一起做到這些東西 我來近這兩年上U之後 我想找一些可能都有 衝勁上創業的朋友 搞其他小生意 如果找不到 可能會進入活動 PR這些行業 去做幾年 同時存經驗 看看到時候會不會 如果發展好 就可能和其他partner 一起再開一間公司 大概想可能這幾年 看看會不會存到 20萬至30萬的資金 可以用來做創業 和其他朋友 在香港打工 以樓價來說 打工好像很難買到一層樓 有點辛苦 就算一個高級生出來 帶大學生出來工作 剛才發展好 都只有14000至15000 左右 其實很難辛苦 如果他們還不想在家居住 租屋住的話 其實都已經沒有 一萬只剩下五至六千元 他們維繫他們自己的生活 其實是很難去生存的 雖然香港生活是辛苦 但我覺得又不是沒有機會 但是你不可以放棄 要不斷嘗試 就像我最初開啟 其實都沒有想過成功 純粹想賺到一千多二千元 已經很開心 當作是零用錢 都沒有想過現在做到 成績都挺好的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 不要害怕 還有想做就要去嘗試 不要放棄 因為堅持了 可能最起碼都給自己堅持三個月 真的沒有成果才再放棄 起碼都不會覺得很後悔 或者有些什麼遺憾